继酒店开房信息遭泄漏 浏览器泄漏用户隐私等事件之后 近日,邪城又被爆有泄漏用户银行卡信息风险 对此,邪城方面称是公司在技术调试过程中出现短时漏洞 不过,业内专家则表示 并非低级技术错误这么简单 近日,漏洞报告平台乌云网公告指出 邪城安全支付日志可以下载 导致大量用户银行卡信息泄漏 这些信息包含指卡人姓名身份证 银行卡号、卡CBV码等 有可能被黑客所读取 23号,邪城方面承认是公司在技术调试过程中出现短时漏洞 目前没有出现恶意下载有关数据和用户信用卡被盗刷的情况 承诺未来倘若发生安全漏洞并引起用户损失 邪城将给予全额赔付 但是对于邪城的解释仍存在很多质疑 至于一,并非低级技术错误这么简单 原Google技术总监胡宁认为 用户信用卡信息泄漏并非犯低级技术错误这么简单 邪城可能并未故意存储CVV信息 但其数据传输为名文 且线上竟长时间打开调试功能 导致系统日志中异为名文 又未及时清理 所存储的服务器还有安全漏洞 一步错步步错 至于二,超范围保留用户信用卡信息 有业内人士爆料称 在该漏洞爆出前 邪城系统里就已经能看到用户信息 银联相关标准严格要求 商户系统不得以任何方式 存储这些银联卡片敏感信息 有了这些数据 可以轻易伪造在线支付交易 客户敏感信息和交易安全从何保证 至于三,以常用卡的名义 存储用户信息 近日,一家在线旅游网站人士表示 不少网站都会让用户勾选 保留常用卡信息 消费者初次使用的时候 需提供信用卡卡种、卡号、有效期 信用卡验证码等一系列完整信息 然后提交支付 但第二次使用这张信用卡时 只需提供卡号后四位 及信用卡验证码 就会完成这次支付操作 这也变相证明了 是在本地存储了用户的相关信用卡信息 有业内人士表示 知道了CVV码和信用卡卡号 就差不多能进行离线支付 泄露后风险很大 汽车之家创始人李响在微博上表示 交易网站存CVV码相当于小时工 偷偷配了你家的钥匙 同时,小时工还知道了关于你家所有的信息 这属于企业的基本道德问题 然而,一场安全的飓风袭来 携乘安全漏洞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 2011年12月,CSDN的安全系统遭到黑客攻击 600万用户的登录名、密码及邮箱遭到泄漏 随后,CSDN密码外泄门持续发酵 天涯、世纪家园等网站相继被爆 用户数据遭泄漏 2013年10月,儒家七天等连锁酒店 被网报有多达2000万条客户开房信息造泄漏 2013年11月,有网友在专业技术卡范论坛上称 使用QQ账号登陆搜狗浏览器 可以查看到数千其他用户的个人账号 在不少建筑报端的信息秒查 隐私曝光等案例当中 当事企业均表示没有发生泄漏 消费者也只能相信企业的说法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记录用户的隐私信息 银行卡信息等,企业应该要意识到 用户隐私信息是一个烫手的山域 一旦获得必须要做到妥善保管 严密自查 隐私安全部署更应当被放在企业生命线的高度来重视 我们也期待着市场各方能共同从用户的安全着想 为他们住好安全篱笆 不让消费者脆弱的神经再受到刺激